世间所有的一切 都不是机缘巧合 这十条惊人定律 让你明白宇宙间的奥秘 顺势而为 轻松幸福 这是一个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视频 我们生活在这个 由有形与无形所构建的世界里 清楚宇宙运行的规则 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 一天 你开车赶着去会见重要客户 路上看到一对年老夫妇的汽车爆胎了 你以为赶时间不想管 但又觉得必须管 于是你停下车帮他们换轮胎 你把轮胎换好了 老人家想付你一笔钱表示感谢 你婉拒了老人家 祝他们好运 然后你继续上路 当你赶到约会地点 却发现客户比你来得还晚 而且客户很爽快的就和你签了协议 你会不会觉得很走运呢 这不是运气 这是宇宙法则 一 因果定律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 每一件事的发生必有其原因 这是宇宙的最根本定律 人的命运当然也遵循这个定律 人的思想 语言和行为是因 都会产生相应的果 认同因果定律的不仅是佛教 还有基督教和印度教 灵修的几大派系等等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和大科学家牛顿等人 也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 人的思想 语言和行为都是因 会产生相应的果 因是好的 那么果也是好的 因是坏的 那么果也是坏的 人只要有思想 就必然会不断种因 种善因还是恶因 有人自己决定 我们必须先注意 和明了自己的每一个想法 起心动念 会引发什么样的语言和行为 有这些语言和行为 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二 吸引定律 人的心念 思想 总是与和其一致的现实 相互吸引 一个人如果认为 人生道路充满陷阱 出门怕摔倒 坐车怕事故 交友怕长大 那这个人所处的现实 就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现实 稍有不慎 就真的会惹祸 一个人如果认为 这个世界很多人 都是讲义气的血性之人 那这个人就总会碰到 跟他肝胆相照的朋友 这是为什么呢 人所处的现实 由人的心念吸引而来 人也被与自己 心念一致的现实吸引过去 这种相互吸引 无时无刻 不以一种人难以察觉 下意识的方式进行着 一个人的心念 是消极丑恶的 那他所处的环境 也是消极的 他身边的人也是同类的 一个人的心念是积极善良的 那他所处的环境 也是积极善良的 他也会吸引 积极善良的人来到身边 人如果能控制自己的心念 思想 使之专注于有利自己的 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上 那这个人就会把有利的 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 吸引到其生活中 而有利的 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 也会把这个人吸引过去 所以控制心念 思想是命运修造的基本思路 做事之前先学做人 做人谨记时刻修心 三 身心定律 人如果真正身信 某件事会发生 不管是善事恶 是好是坏 这件事就很可能会发生 在这个人身上 一个人身信积极的事情 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积极的事情 就真的可能会发生 如果一个人身信自己命不久矣 那这个人很快就会死去 命运修造的原则 用好的信念 取代不好的信念 有好的信念是一种福报 想给自己重福 必须建立好的信念 如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生活就会越来越和顺 四 放松定律 人只有在心态放松的情况下 才能取得最佳成果 任何心态上的懈怠或急躁 都将带来不良结果 什么心态是最佳心态呢 答案是越清明无念越好 把目标瞄准在 你想要的理想人格 理想境界 理想人际关系 和理想生活等等东西上 然后放松心态 精进努力 做你该做的 不要老惦记着他们什么时候到来 则他们到来的速度 会快到令你吃惊 相反 如果你对结果越焦躁 就越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 甚至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举个例子 大热天晚上停电 你躺在床上大汗淋漓 睡不着觉得备受煎熬 老在想着这该死的电什么时候才来 电总是在你着急的时候偏偏不来 但当你最后受够了 人清静安定 自然凉快了 快沉沉睡去的时候 电就来了 突然间你的房里灯火通明 电风扇转起来了 这不是巧合 不是迷信 这是定律 这是放松定律 了凡四讯 钟云古禅师要了凡先生念准提咒 要达到无念无想的地步 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的无念 并不是心里一个念头也没有 而是有念头淡不住留 无所助而生其心 五 当下定律 人不能改变过去 也不能控制将来 我们只活在现在 我们能决定 能改变的 只有此时此刻的自己 自己的心念 语言和行为 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 只有当下此刻是真实的 命运的专注点 命运的专注点 着手处只能是当下 除此别无他途 根据吸引定律 如果总是悼念过去 就会被内疚和后悔 牢牢套在想改变的 就现实中无法解脱 如果总是担心将来 就会把人不想发生的情况 吸引进现实中来 正确的心态应该是 不管命运好也罢坏也罢 只管积极专注于调整好 和做好目前当下的思想 语言和行为 命运会在不知不觉中 向好处发展 六 应得定律 你得到的都是你应得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得到应得到的一切 而不是想得到的一切 这个应得 就是我们做了什么 想了什么 发送了什么样的信念出去 我们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不是白白得来的 都是应该得来的 同样 如果我们没能得到 那证明我们想要的 并不是我们应得的 所谓用千金者之千金 应饿死者必饿死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必须要提高自我价值 自我价值提高后 人应得的不管之何量 都会提高 七 利他定律 利他就是成全别人 让他人的好处 如果你事事处处为他人着想 为别人造福 最后最受益的人 就是自己 利他不是牺牲自己 或者忽视自己 而是经由生命的关系 付出与收获的能量循环 建立自身更大的价值 你让身边的人都幸福快乐 那最后最幸福快乐的人 一定是你自己 你成全他人的成就与成功 那最后获得最大成就的人 也是你自己 有些公司创立的目的 只是赤裸裸地追求最大利润 这些公司往往昙花一现 一两年内就消失 而那些致力于为客户 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 和优质产品的公司 往往长胜不衰 越做越大 这就是间接定律在起作用 我们若不利他 就会损给 值得一提的是 在利他定律中 提高他人价值和提高自我价值 往往是同时发生的 即当你在提高别人价值的时候 你的自我价值马上就提高 八 施与受定律 施与受的定律 就是能量守恒的定律 就是说 你不识出去的任何东西 终将成倍的回报到你身上 你不识金钱或物质 将会成倍的获得金钱或物质回报 你不识欢喜 让他人愉悦 将会成倍的得到他人回报给你的欢喜 你不识安定 让他人心安 将会成倍的得到安乐 相反 如果你施加于别人的是不安 憎恨 怒气 忧愁 也将成倍的得到这些报应 宇宙是一台无比精密的精算器 你给予出去的任何东西 最后都会以各种形式回到你的身边 当你带着一颗纯洁纯正的心去给予 完全没有私欲和妄念 那回到你身边的 也会是最纯正丰厚的回报 九 爱自己原则 学会真正的爱自己 爱自己 不是自恋 不是自私自利 是无论贫穷富有 疾病或健康都依然爱自己 接纳自己 一切利他的思想 语言和行为的开端 就是接受自己的一切 并真心喜爱自己 这点非常重要 你如果连自己都不爱 那么你是无法真正去爱任何人的 只有你爱自己 你才能爱别人 爱世界 才可能有真正的欢喜 安定和无畏 才可能有广阔的胸襟 如果你不喜欢 不满意自己 那你是无法真正喜欢别人的 这点非常重要 有些人把爱自己等同于自私自利 这是误解 仔细体会就会发现 如果你对自己不喜欢 不满意 就很容易生出极度心和怨恨心 自己也是众生中的一员 爱众生的同时 为何把自己排除在外 所以请先好好认识自己 先跟自己做好朋友 再谈爱众生 十 宽恕原则 如果把消极思想比作一棵树 那么其树根就是春心 把这个树根砍掉 这棵树就活不长 要砍掉这个树根 必须懂得如何宽恕 第一个需要宽恕和原谅的对象 是父母 不管你的父母对你做过 或正在做什么不好的事 都完全彻底的原谅他们 第二个需要宽恕的对象 是所有以任何方式伤害过 或正在伤害你的人 你无需与他们勾肩搭背嬉皮笑脸 你无需与他们成为好朋友 你只要简单地 完全地宽恕他们 就可以砍掉消极之树的树根 第三个需要宽恕的对象 是你自己 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不好的事 请先真诚地忏悔 并保证不再犯 然后请宽恕自己 宽恕和原谅 不是为其他任何人 而是为我们自己 为了让我们自己 在生命中 不要时刻背负着痛苦与怨恨的包袱 为了让我们自己 获得真正的解脱 为我们自己 不会时时刻刻 被怨恨和负面所吞噬 所负累 内疚这一沉重的精神枷锁 不会让你有所作为 相反会阻碍你 成为面貌焕然一新的人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今天就讲到这儿 我会每周在这里 持续分享我对这个世界的所知所想 晨曦小屋 让人生充满阳光和智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看过这儿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